典禮开始是由在地的世界师王吕师傅龙师团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祝福 剪彩仪式中邀请到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事业员蓝敏黄、吕美玲、许瑞慈、张浩瀚 跟营运团队立委国际开发郭淑珍董事长 历历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郭泉庆董事长等贵宾 共同开幕剪彩 那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要塞司令部终于可以开幕了 那我们这个立集集团很感谢立委公司 把这个环境也都打造得非常的优美 不止有人文气息 重点感觉也有消费模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是前市府林前市长时代就规划完成的 那今天做好 很可惜他今天不能来 也拜托张浩瀚总召转达 对于林前市长的感谢之意 也希望未来能够大家继续努力 这边基隆的那个台营的经理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哦 礼拜到礼拜五所有的那个人都到台北去上班 那礼拜六礼拜天他们也到台北去消费 那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观光客来 那平时都没人叫我们 叫我们堂来了对了 但是我看完我觉得我我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我想要怎么做我心里就已经有点就有想法了 那后来我还是去标了 那我想要到这个地方真的他都很有特色 有山洞有山洞的特色 那古籍有古籍的特色 那所以我想真的希望让更多人来来到这个地方 不然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你如果有有机会到基隆来 可以来这边坐坐 那我跟郭董事长报告你放心 我保证你这一大堆节 这个地方地零人节 那在我们林前市长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中政区四位议员共同的争取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古籍 我们这里本来是海巡署在用的 阿湾花了很大的力气跟他换土地 然后把这个地方交由市政府管理 我们还花了将近两亿把它整理起来 非常感谢我们董事长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古资的一个活化 也把过去在其他场域的经验带来我们这边 让我们中政区整个观光廊带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司令部 能够用从全新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我们未来的观光客的面前 那也祝福也期许我们未来营运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谢谢 那非常感谢我们郭董事长 那努力的来活化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也希望说透过不管是艺术的展演 或者是餐饮文化的一个推广 能够把这个区域的一个观光发展 跟文化的一个故事 那希望给更多的一个民众知道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极力的来邀请 我们周边的一个邻里的一个伙伴 周边的居民 那有机会我们来到这个园区 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每天来天天来甚至是说有很多 不然是刚才郭董事长提到 吃在这里看在这里学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文化努力的一个传承 以及享用这个空间的一个过程 地方上都相当期待 这个古迹活化的文化创意景点 带动中正区一带的观光发展 要在司令部的OT案 已经顺利由立即建设得标 那今天也正式要成立这个餐厅 进来开业 我想这个将来这个景点 会是基隆市最重要的观光景点 也是打卡的热门景点 那我希望说立即建设能够用心的经营 未来能够不定期的办这些艺术展览 那再加上咖啡美食 还有这个茶餐厅的文化 那民众来这里可以参观古迹了解文化 同时可以用餐休闲服务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 那也希望说立即建设未来能够为我们的这个OT案 能够打开这个线令 来带动我们基隆市招商引致的发展 那非常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过去的邀赛司令部 现在居然能够这么的璀璨 转型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而且真的很有创意 我刚刚去参观的整个的内容 包括一楼跟二楼 每一个这个自放的东西都让我觉得很棒 然后餐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可口 特别请教有没有素食也有 所以素食探餐还有两样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我希望跟在地人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长长久久的 不要让我们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真的要祝福他们久久长长的留在这里 而且我们一定会经常来捧场 文化局长江婷梅说 地方民众熟悉的古迹基隆要塞司令部 转化为文化创意景点 以司令大院子正式对外开放 空间规划上包含了展示餐饮文创的文化园区 让古迹风华在线 而因应游客停车的需求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文化局和交通处研议 附近停车位能够改成在假日部分时段收费 并且将收入全部回馈给地方使用 今天这个亚塞司令部开幕了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有责成文化局加强周边的停车位 我希望这边的社区停车位 可以改成部分时间在假日的时候 是属于收费停车 但是我们会把收费停车的停车的收入 全部归给地方使用 这部分我们会请文化局积极的来配合 司令大院子的光复楼区域 开放时段为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而要塞司令部展场区域的开放时段 为每天10点到晚上6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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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来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